I see 梦想家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疫情之后呢 我相信你也都跟我一样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家干嘛呢 追剧 有些人追YouTube 有些人追影集 很多人呢会趁 赶快有个时间空档 来去看最新上档的电影 好像这些影视的作品 给了大家一个 去另外一个地方 活另外一种生活 展开无限的想象力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影视作品的背后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是拍摄的设备商 从灯光啦 摄影的器材啦 收音等等 那在台湾 这一切背后 有一个幕后推手 他今天 就是在节目上面的嘉宾 在我身边的是郑成集团 邱副总Jeffrey 非常谢谢你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小鹿主播 今天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 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来分享一下 我们企业的一些 转型的过程 还有一些经验 郑成集团60年了 所以刚才Jeffrey有提到 这是一个转型的经验 我很好奇的事情是 郑成集团一开始 不是长成现在这样的吧 是到您的手上之后 他还做了很多很多跨界上面的 待会我们在节目上面 会慢慢说 不过一开始 是不是请Jeffrey 跟我们聊一下 郑成他过去的故事 他的传统是什么 没问题 其实郑成我们是在 1959年的时候成立 那我们算是贸易商 代理商 我们1959年那时候取得执照以后 我们那时候开始代理了很多日本欧美的摄影器材 包含充印设备暗访的 然后相机相关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跟很多我们的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我们博爱路的经销商 还有各大全省的经销商 我们透过B2B2C的方式销售很多的摄影器材 透过他们 然后服务我们的消费者 那在这过去的62年呢 我们大概在三四十年前 我们从平面 我们也转入 也介入了到所谓的录影市场 那时候的比较消费的录影呢 还有包含到我们的电视 电视台的拍摄设备 以及到后来更专业的这个电影工业 大型的电影机灯光 我们这边都开始陆续代理跟经营 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奇迹点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经营团队 尤其是可能我父亲我们邱总 那个时候很有远见 那我们从就是说所谓的平面 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动态的录影 然后包含到电视电影广电电影工业 那我觉得是一个以这个同心远理论的方法 去推进的 因为我们觉得说 其实会有平面拍照的需求 其实很多客户他有拍动态啦 有录影啦 所以是要慢慢的堆叠上去 然后我们也去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跟痛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慢慢带来到新产品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基础 那在这20年的期间呢 我们很多的摄影器材 从这个所谓的类比转入了到所谓的数位 那在2000年之后 尤其到2010之后 很多的像像齐 我们从以前底片时代 也开始跨入到了这个摄影 就是数位摄影 那很多的这种数位单眼啊 就开始诞生了 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2010之后连电影机早期的这种底片 像柯达 富士那时候的底片 那时候拍电影都是用底片 到后来也连电影机都变成数位化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的很大的一个改革跟变革 那我们正成这一路上随着这个整个影视产业的提升 我觉得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诞生 而且又有一个新时代的产生 每一个十年都有这个产业的新的英雄 那我们就跟这些所谓的英雄品牌一起成长 我觉得是一个很荣耀啦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这几年 那我们从这个数位的相机 录影机 这些拍电影的呢 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了 就是说像这个自媒体 新媒体时代的诞生 那我觉得像YouTube 还有Podcast 这两三年非常的红 那我们有些的设备呢 就是开始针对这一类的消费者 以及创作者来做延伸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正成这几年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点 跟Jeffrey分享 你知道我一开始怎么注意到你们的品牌吗 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聪明 而且很活泼 就是我开始发现 我的朋友这些他们是在社群上非常有影响力的KOL 他们会用一个hashtag 正成集团超大气 正成集团超赞 我爱正成集团 谢谢干爹 我发现你们有一个很活的切入点 就是现在在社群上面的这些意见领袖 你成为他们的伙伴对吗 这一方面的历程 可不可以也让节目的朋友知道一下 是没问题 就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我2010从美国回到台湾 那那时候我就开始跑业务嘛 从比较基层的工作做起 也有基层的业务的一段时间 是 然后那时候跟很多的经销商制片厂那时候联系 那后来发现说 因为我本身观看美国的这种大型的通路商还有媒体 我会去了解说他们在红什么东西 后来我发现是说 我们在推这个电影机或是镜头或灯光 虽然它是工业型产品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业界的意见领袖 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新形态成立的电影公司制片厂 他们很乐于去评测新的设备跟产品 比如说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叫Ari 他是电影工业的电影工业之王 他的这个奥斯卡包含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台湾的很多影视的奖项 都是由Ari的摄影机所拍出来的 那那个时候他们推出很多新的摄影机灯光镜头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到譬如说很多的片厂里面去给他们做评测 那他们会去以他们专业的眼光做评测之后给予我们建议 那他们也开始流行在Facebook以及IG去分享这么专业的设备 所以一开始是重型的工业的设备 你就直接拿去给片厂里面的电影工作者他就直接用了 对然后我发现说他们虽然他分享会看到他们的这些内容 不见得是一般消费者 可是会看的呢全部都是业界真正的大导演 摄影师 灯光师 摄影助理 所以那个还是会变成年组度很高 然后到后来2014 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YouTube非常热门嘛 很多的YouTuber崛起嘛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很多的相机 很多的这种比较微型的设备 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我们卖给经销商 可是经销商他们都觉得说 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很多人来问我才想进货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也不想变成是一个塞货的厂商 可是我们要怎么创造出市场的需求 对就觉得说我们以前在push 但是我们要怎么pull把这个客户拉进来给他们去做个推广成交 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国外很多的YouTuber 他们都介绍很多的开箱的科技 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台湾现在有非常多YouTuber 在介绍各式各类的东西嘛 其实像那时候也很多人介绍iPhone 然后还有很多 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影像的产品应该也是一个切入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跟很多的YouTuber合作 然后提供设备给他们 然后他们也很开心 那因为有些的YouTuber他们也是器材控 他很想拍这种很棒的影像 对因为这YouTuber他对于光啊声音的那些品质要求 是超过一般乐听大众的理解的 那真的是要需要专业的伙伴吧 跟他们一起牵手 然后也让他们的作品更好 对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鉴于我们跟YouTuber合作 而且也获得非常棒的成功 在2018年底到2019年 我们有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的品牌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开始代理很多音讯的设备 像Rode麦克风 就是几乎每个YouTuber必备的这个 他们相机上面一定挂一个Gitemine 那他都是Rode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Rode怎么会出了一个新产品 一个Caster Pro 然后我们看到说A4 Podcast用 那您刚刚有问到就是说 Podcast的产业 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嘛 我在美国大概11年 其实我知道在美国欧美Podcast其实是蛮流行的 可是在亚洲那时候还没有真正说 嗯 一点点声音一点点描 一点点而已 那我们就有在思考说 那Podcast它有出这个主机 我想那应该是代表这个品牌后续会专攻这个产业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团队讨论说 那我们要怎么推广这个还属于Niche 比较劣机型市场的产品 那刚好那时候我们团队 其实我们团队都很热爱影像 那有一些他也 我感觉得出来 也听很多节目 那有些团队就说 欸其实他们有听一些节目 在听什么 对很优质的内容 那时候他们就 团队内部就讨论说 欸百灵果是一个很棒 他们已经创作一段时间 然后他们的节目很好听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那时候以前跟片场 跟YouTuber合作 那我们应该也要 把这个模式就直接放在这些 新兴的Podcast上面 我觉得我刚听下来有一个 也跟你分享 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找切入点 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个切入点呢 会让人觉得很暖心 而且愿意 真的是很大力的 帮助 主动帮助你们的品牌扩散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今天在我身边的这个 是我的气泡饮料 我在我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啊 接触的客户啊 或采访的对象 可能都会 之前都会提到说 我有一点喜欢喝气泡饮料 下了班之后 可是你们是我见过的 出道以来间的第一位客户 会在现场就准备好 然后 让我非常非常开心 觉得 哇 备受尊容礼遇的感觉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你们的切入点 那刚才 除了YouTuber Podcaster之外 现在更厉害的切入点 是我这几天才在你的社群网络上面看到的 跟体育有关系 这个连结又是什么 非常感谢小陆刚刚的分享 就我们很开心你喜欢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 这几年我们发现说 我们之前很专攻影音产业 那我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影音产业它的需求 其实不只来自于专业正在拍片所需要的这些team 这些团队里面 其实是几乎到每一个人他都需要 因为我们有发现说 现在可能是 不管是你是在有企业上班 或说你自己本身是妈妈带小孩 好因为大家都会用Facebook跟IG 真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有时候是一个就是想分享生活 其实就是一个分享生活 一个这种分享奇悦也好 有时候分享一些情绪难过的东西 记录也好记录生活 后来发现说有一些的KOL 他为什么变有名 其实是无心插流柳成英的一个 他分享的一些内容 可能是知识 一些带小孩的一些东西 或是一些好康介绍 没想到获得朋友 然后甚至传出去说更多的粉丝 想看他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现在这个广大族群在自媒体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播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 拥有自己的频道 电视台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其中之前在奥运 大家全部很专心的为自己的选手加油 那个感动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上一点 除了我们现在跟Youtuber Podcast 是不是有些运动员 我们 因为他们也要经营自己的影音 是 对因为可能有些国际赛事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是说 那我们在运动员这一块 是不是也可以来帮助他们 建立他们的影音内容 那如果他们自己会拍 或是他有团队帮他拍 那我们就觉得说 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那时候出发点是这样子 我觉得郑成的野心也不止到这里结束 因为我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才从一路这样讲下来 从电影业的工作者到自媒体 会生产内容的人 到扩大来说 运动员或是各行各员的职人好了 他都会想要记录嘛 我发现你们对于一般土C的消费者啊 在电商这一块的切入也是 公式很猛耶 因为我自己在疫情的时候 我就上这个电商平台 我在想说 哇一般我去综合型的电商 我就是从这个尿布啊到化妆品啊到你知道 就是日常生活喝的东西 我全部都买得到 但是郑成自己跳下来做 外面会说成本很大 而且不一定能够做的成功的电商 卖的专业的是垂直的设备 这个又是什么考量 这个我很有感触 因为我在2010那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刚刚有讲到说我那时候跑业务嘛 那有接触很多的制片团队啦 拍摄团队 那我曾经有遇过很多次拍摄团队说 他们需要买什么样的专业设备 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传统的代理商 跟贸易商来说 你基本上你8020法则 你会背比较长销的商品 那比较稍微慢销的 或比较特殊型的商品 你尽量可能背比较少 或者是你接客厅单 对不对 因为他们可能会 对因为你还是要管控库存 那尤其是有些经销商 他可能会主力进货跟推广 比较热销的商品 所以这些比较专业的很贵的 或是说很需要介绍很长时间的商品 他就不一定会背货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很多的拍摄团队说 我可能我需要这个镜头 我需要这个跟焦气等等的 然后想订购 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 我们订购时间 有些从意大利 有些从美国生产的 他可能的焦期 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 可是他下礼拜交起 就要拍了 对啊 我马上找到一个客户 客户说我赶快拍大片之类的 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一些的声音 就发现说 竟然他们真的来不及 他们只能到美国的网站 B&H去买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 哇 B&H它在美国是一个 这么强大的影视的 这个影像产品的电商 垂直型的 那它既然做到这么快速的 所有的货都能够背起 然后跟跨境电商的交货 没错 我就发现说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正成应该要打造一个 亚洲的B&H 就所谓的正成库 要变成亚洲的一个 影视器材的一个垂直型电商 来协助台湾 包含整个亚太区的消费者 因为大家急着拍片的时候 你很难 你没有背货 真的你就做不到生意 真的完全 然后真的就是很可惜啊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 应该做个电商 而且电商有无限货架的概念 我很多在仓库里面的东西 我可以上架 让大家选购 而且很多年轻的消费者 他其实很习惯电商购物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零基础 但是你就想说 我明天想要拍出一个很好看的 YouTube的影片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那其实你就来到这个垂直型的电商 上面我自己亲自看过了 就是你需要的东西 基本上他都帮你分门别类好 那该有的型号 该有的介绍 就是你等于是一站式 那你真的是 拓到我之后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对吧 就是这个概念 那很多人会在讨论 因为台湾的电商生态非常的复杂 有的时候你要好的电商体验 他背后的成本啊 维护啊 甚至是人员的训练 真的不是一蹴可及的 所以我们业界其实也是觉得说 哇这个跳下来做垂直的电商 等于是造福一般没有任何基础的人 中间还有一块就是教学 好我买到东西了 那我现在不会用 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没问题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遇到很多的这个KOL呢 或者说创作者 他们早期是用相机没有错 可是现在因为影像的需求 或他们可能做Podcast 他买一些有别于传统 所谓的经销商卖的相机以外的 新领域的产品 对 这是我们遇到经销商 他现在还需要我们教他带着他们转型 去卖更多这类影的设备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如果大家在买一些设备 他们到一般的综合型电商去采购的时候 可是他如果 譬如说他做Podcast 主机接上麦克风 要用什么软体 那档案怎么记录 他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跟你说我为了装就是相关的设备 我是请团队直接到我家 就是拿着东西 然后拿着说明书 直接看到这个傻眼 其实可以请教你们是不是 没问题 我们的团队很乐于去服务 那我们有VIP的这种所谓的 道府安装 道府这个教学的服务 那其实是一般综合型的电商做不到 那我觉得在影音产业这块 他其实需要教学跟客户服务 其实就是我们正审购物这个电商这块的价值 我们希望随时随地 大家冲着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们 可是都可以来 我们都很乐意去帮助大家 今天在节目我身边的是 正审集团邱副总经理Jeffrey 他非常乐意分享 这62年来 正审集团从一开始 我们讲到他的传统的文化 到受到电影工业 互相成为伙伴 到现在自媒体的时代 他怎么用很亮眼的切入点 让大众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 这种日常生活当中 我也可以成为我自己电影的主角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Jeffrey跟我分享了一句slogan 叫做影视的大小事 都是正宠的事 可是你会不会很好奇 为什么 他这样子这么有热情的 在Drive整个事业 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呢 他私底下 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兴趣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回来了解一下 Jeffrey从美国回来之后 你自己平常休闲做什么东西 而且跟你现在的事业 是不是有关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在我身边的是正宠集团的Jeffrey 刚才上一节的节目 聊了很多都跟现在的事业发展 未来的趋势很有关系 这一节我们稍微轻松点跟Jeffrey分享 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有在投资的 大概就关心两个题材 一个是跟电动车有关系 电动车它未来可能会有的样子 把家里的客厅搬到车子里面是怎么样 那电动车里头会发生什么事 再来就是元宇宙 Metaverse 它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戴上一个VR的眼镜之后 你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很期待也觉得很有趣的是 可是这两个好像都跟你的事业有关系 嗯 我自己本身啦 我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未来的影像需求非常的庞大 那就刚刚有提到的 像鸿海的MIH EV Car 那其实电动车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其实电动车本身在车上 它很多的镜头 其实要拍摄周围的一些环境 那透过一些软体呢 它能够有很多自动侦测啦 行车安全的控制 那其实在车内 你刚刚有讲到 把客厅的一个这个很多的影音的设备啊 或是一些触控设备搬到车子里面 我相信这是整个人类未来的一些 的一个生活的quality的提升 那我觉得就是说 再来另外提到一点 我觉得MIH EV Car 是一个非常棒我们台湾的科技 非常棒的创新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那未来我们怎么样 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台湾 以及看到我们的MIH EV Car 其实影音的宣传也非常重要 其实我之前有讲到说 为什么影音的宣传很重要呢 其实电影产业影音产业音乐产业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市场的行销部 像美国的好莱坞 好莱坞它这么成功的拍出这么多的很棒的作品 直接让大家在心目中就直接很认定 在美国的品牌 美国的科技它很厉害 其实这也是一种marketing 那我觉得像最近的Netflix 好像有游戏这些的 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大家注意到 你非英语系的作品 其实可以成功 完全可以 因为你看现在美国 万圣姐才刚刚过嘛 我们录影的时间 美国的大部分的人 万圣姐的装扮 也就是做南韩电影的Theme 它就是直接把游戏的外套 就直接穿上去 所以是可以打入所谓的主流市场 没错没错 所以我自己认为 我们台湾有绝对的人才 人才非常多 而且软体硬体实力 那更不在话下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产业的整合 大家的一个联盟 我们大家一起的来把这个科技推动 然后也透过更好的影音的宣传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人文科技品牌 IP推向国际 我自己非常看好 嗯 讲到EV电动车系块 另外就是现在最近大家才 一直一直讨论嘛 联书才刚刚把他们的公司 整个公司的名字都要rebrand了 整个我看那个logo也变成一个 像眼镜一样的这个符号 我们就一直在跟朋友讨论说 到底元宇宙跟我们现在 现实的这个宇宙的差别是什么 答案就是插在一个 就是可以接触他的这个Portal 他有可能是一个 这个VR的Gadget 有可能是 进入他的一个未来的设备好了 那进去也是影视的体验啊 这个你们 我猜你们应该有在研究布局当中 对 因为我觉得Metaverse 它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很 兴奋 因为让我想到我以前最爱看的一个电影 駭客人物 Matrix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Matrix 那时候以前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整个虚拟世界 但是透过Metaverse 让大家有一个虚拟的一个空间 里面甚至他们有提倡到虚拟的资产 好这些全部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虚拟的世界来进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架构 而且我觉得它的潜力很大 那应用空间很多 那回到这个影视相关来说 其实在Metaverse里面 它的一些AR VR 它很多的一些的一个呈现方式 都会透过影像来呈现 所以我在想说 现在我们的自媒体新媒体包含到这个元宇宙呢 我觉得在影像的制作跟截取会更多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最近 就是祖克伯先生他发的一个很短的视频 就是他戴上了一个眼镜之后 他在跟奥林匹克的极箭的选手 在练习极箭 有看到 但他拿掉眼镜之后 就是他日常的生活 他家里的后院 但他戴上了眼镜之后呢 他就可以跟最厉害的极箭选手 有笔数啦 评分啦 拆解他的招式等等 这个未来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得到 而且影视设备可以帮助我们的吗 我觉得是欸 我觉得因为在未来 我想应该是我自己啦 这是我自己 纯粹个人的猜测 我在想说 Metaverse 他可能会有分 可能有娱乐性的需求 或者是所谓的功能性 就是说实物上面的需求 工作啊 你要虚拟货币交易啊 虚拟货币这些的 那可能尤其现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状况 可能也会倡导所谓的 非直接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交流 所以Metaverse它是不是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 我想应该是正面的 那只是说怎么运用 我想这个大家也都在好奇 可是我自己看 我觉得这个Metaverse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啦 它应该会带动很多经济的循环 然后包含新科技的发展 那我自己认为就是说 里面大家可以想到游戏 可能以后的游戏 就像你运动也好 或说你玩这个game 之前很多的非常棒的这个游戏 都透过类似像虚拟的方式来呈现 而且里面大家的画质 现在大家的gamer 就是游戏的玩家的口味 那已经是绝对要要求最棒的影像来呈现 流畅啊快速啊 那我觉得到时候 是不是透过什么样的影像去拍摄下来以后 然后放到这个Metaverse里面 让这个感官 就是让消费者跟玩家的感官 提升到最棒的极致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大大对求的 哇这个讲到未来就觉得很兴奋 不过我在准备今天这场专访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因为专设非常年轻 年轻有为 而且最一开始应该是在电机相关的领域 算是你的本业嘛 然后在台大念EMBA 然后等于是跟商业又结合在一起 我就在想说是什么样的 你的个性或者是兴趣 会支持你在这个领域开疆辟 后来你的团队就跟我说 其实您自己私底下是一个电影迷吧 对吧可以这样说吗 没错 没错我是 其实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那时候在念书我在美国大概待11年嘛 那算是小留学生 那我那时候在大学念电机 后来在康乃尔念这个系统工程 那毕业以后回到台湾 其实我在念书的时间 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家族的企业 你没有想过吗 从来没想过 我父母亲也没提过 也没提过 怎么可能 不是一直都是那种隐藏的话题 晚餐要讨论不讨论的一种 完全没有 其实本身我对影像设备 或是我们本身代理品牌 大概只有稍微了解 真正的一个turning point 是我那时候回到台湾 有朋友要买影像相关要买相机 那就请我介绍 那我介绍完了以后 我自己也用相机来拍 我后来才突然着迷 就说 哇原来影像可以这么有层次 这么好看的照片或是影像 我开始就变成业余的玩家 我也喜欢拍照记录生活 那再来我本身就非常爱看电影 那就是刚刚讲到的好多电影 像这个Matrix 猜客任务 还有好多好多电影 我都很喜欢 你最近看了沙丘 沙丘我也看了 哇真的是很很很棒的一部电影 很壮观 我非常的享受 那其实我觉得 像最近很红的这个 OTT平台 那我想整个在台湾 在全世界参与也绝对 不会弱人厚 也会更多的影视制作来参与 那我那时候开始进入到正程 我就觉得说 哇 第一个我喜欢拍照 然后所以我在研究国外很多的拍摄的设备 来帮助我们的影像 創作者成长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再来是说 虽然我不是直接拍电影 可是我很喜欢看电影 我看到那个时候 我引进很多设备 因为我在最新的电影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棒 还有成就感 像什么呢 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 然后还有现在很多 台湾的这个戏剧 但是在Netflix上面播的 这些很多都是我们所代理的设备 那又回到刚刚我觉得说 台湾是不是能创造出一流的影视作品 绝对可以 刚刚有提到OTT了 它是over the top的意思 就是超过了传统的 比如说电视台啊 或者是一般的我们接受到的公司 或者是媒体业 它是在影音串流平台上面 让大家随时随地 有时候on demand 有时候你随选这样子 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 正成未来跟像这种OTT的平台 关系是什么 你不要说台湾有 Friday 很多很多选择 可是世界上面现在也就是Netflix 对 你有没有想过 接下来跟Netflix的关系会是什么吗 现在其实我们跟Netflix的合作呢 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客户 就是譬如说器材租赁商或是片厂 那由他们去接到了Netflix端的这个需求嘛 那他们做一个整个 那我在想说可能未来我们的合作的一个方向是 我们可以更加的透明的资讯 譬如说Netflix它要拍的一些的一些影视的作品 那它在设备端的需求 我们可能可以在合作上提供更多元的支持 譬如说可能现有我们的拍摄团队 我们的这个客户 租赁端他们现有的设备 但是可能Netflix它要拍新的 新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也许导演 或是我们他们的剧组 我们了解到他要拍摄是比较人文的人像的 还是说科幻的 那我们也许有最新的设备 也能够直接第一手时间提供给 也许这个DP所谓的摄影师摄影指导 或导演看出有没有能够 在台湾的影视帮上一点点的小忙 然后能够来提升画面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这已经不只是设备上很有切入点 而是台湾很有切入点 等于是在国际上面的制作端 也可以有台湾的角色 台湾的帮着上忙的地方 像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想到像李安啊 他在业界上面是 当这个好莱坞不知道这个技术 这个摄影好不好用的时候 他就先把最好的设备先丢给李安用 比如说那个时候少年拍啦 然后到双子杀手 是不是这个角色台湾 尤其是郑诚来说是可以切入的 你就可以跟全世界的导演来沟通 没错 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企业跟产业 也包含影音呢 我们是要走到一个创造价值的阶段了 在过去我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我们的创造出很成功的 这个台湾在整个全球的贡献呢 我们在整个工作生产的流程 有非常精准的管控 那我们在拥有的这段优势呢 我们开始回到说我们的原创IP 我们的这个影视的一些剧本 然后拍摄的运镜 画质 灯光 更电影感的产出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基底基础 非常棒 但是我们开始回到创造价值 我们把这天花板提升 我们也许创造出就像这次游游戏 能够打破大家的一个想象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做得到 而且是有机会台湾拍出一个影像作品 是风靡全球 让台湾整个变成一个trend 对我觉得之前我们台湾在Covid-19的时候 其实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其实大家有注意到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多很棒的文化科技的一些创新 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嘛 我们大家勇于创业嘛 那其实我 自己也是年轻人 对我也要加入 我还有很多要学习 那其实我觉得像鸿海集团 还有现在很多很棒的企业都很鼓励我们创新 因为其实唯有勇于创新才能有机会创造出新的独角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创业家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跟第一代学习 学习到他们那时候创业的精神 可是我们这时候把学到的我们去勇于创新 我们去闯荡 那我觉得我很相信台湾可以创造出真的很棒的影视作品 我觉得Jeffrey太聪明了 完全知道我接下来很好奇的地方 我在看您的故事啊 郑成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62年的这个招牌 那愿意等于是给你一条空间 一整个新的领域 让你去好好挥洒 而且现在也讲到说 跟最新的不论是podcast 你说串流的平台都有接口 这个很不太像是 台湾一般的60年的家族企业 会做的样子 所以我就读到了一个字 你说你不想要做的是家族企业的事 你想要做的是企业式的家族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本身回到 这个台湾 然后有跟家族的事业 在开始来帮忙跟规划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第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使命感 其实我很传统 我觉得一个使命感就是说 我是企业的第四代 有个那种压力 你知道那种责任 就觉得说我第一个 我要把事情做好 那第二个是说 我很幸运的是 我对影像的东西 我很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 我很幸运 我找到了我的志业 就我的志业就是说 郑成现在在经营的东西 我非常热爱 而且我可以说我热爱的程度 我很教的说 我不属于我父亲 那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事业把它做好 第一个我觉得影像是未来 这个趋势 再来是说我们把影像这个设备的代理 或者是贸易的交易的模式 或者说所谓的通路 把它建置好 无论是透过线送或线下 其实这是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 因为其实这些的品牌 它是需要在我们台湾跟亚洲发展 那我们正常能够把这些原厂的know how 透过我们有专业跟有效率的方式 交付到我们的创业创作者的手上 其实这个是帮助一个产业的正向循环 你会想自己制作内容 其实有很多的厂商跟我们建议 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定位为 辅助所有的这个内容的创作者 但是我们可能 Eventually有机会变成一个平台 就是说可能很多的制作的公司 或者拍摄公司能透过我们的机制 去服务到需要帮忙的人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你知道吗 之前跟Jeffrey有一个群组 我们新一天大家都会在工作群组闲聊 然后我就收到一张照片 是许若瑄在一个剧照里面 然后侧面就好像好像就是Jeffrey吧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来说 Jeffrey请问是跟许若瑄最近有作品吗 才发现不是是不是认错了 不是不是对 你不想要进军那个大萤幕 或是在萤幕前上面有作品吗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其实没有啦 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成就感 我很热爱就是说 协助这个所有的创作者 包含也许是艺人明星公司等等 那我自己觉得说 我偶尔在一些节目上 能够分享我的观点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讨论交流 我觉得我很乐意 真的我OK 没问题 那我目前还没有那个想法说 我要参与什么样的创作 我觉得明年回来再问你同一题呢 搞不好答应该会不太一样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最后一题是想要展望一下 未来的这个趋势 以正诚来说 你看现在疫情后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你频道的主角 你自己也可以发片 你自己也可以主持podcast 明年你怎么看公司跟这个世界 影音潮流趋势的结合 其实这从2019年的时候 大家称所谓的podcast元年 到2020 我们有发现说现在的影像 比如说YouTube频道 然后到这个podcast 其实除了一开始的创作者 一直投入以外 我们现在有发现 明星 艺人 到企业端 公司 包含可能eventually是政府端 他们都很多的影音的需求 因为我们要让 比如说年轻世代 或国外的消费的族群TA 或者说可能通路商等等 要认识嘛 所以除了本身艺人 他的影视创作以外 其他企业 其实也非常的需要 把企业变成一个企业的自媒体 我怎么有一点感觉 你是设备商plus 就是你是设备之外 你做改变大家的思考 或者是教学 教育的这一块 你有这样子想过 不敢当 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觉得说 因为现在的企业 你有发现说 最近很多的这个 譬如说一些企业 大家譬如说Tesla 或是Amazon 大家其实很关注 那个CEO的角色 完全的 他有一点点变成某种企业的发言人 或是KOL 最大的KOL 所以他所讲的一字一句 会代表这个品牌 那这个其实都是在影音上面的一个 宣传跟门面 所以你是说2022年 你会从这里 当你的切入点是吗 我觉得我很希望成为 就是说我 我尽我自己力 跟我们团队的力量 我们能够帮 帮助这个产业成为这个产业的推手 那我觉得我自己 我自己立下的目标 是我希望在这个影音产业里面 来帮助 就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大家的这个人 那我希望就是说 所有需要的个人到企业单位 还有包含非营利组织 像很多的慈善 很多的公益团队 他们其实很需要被看见 用影像说故事 没错 因为其实以前大家都讲说 大家默默的帮助人 可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行善要为人知 要呼唤更多的朋友们 伙伴们一起来帮助所被 就是所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大家是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好 那这其中影音的宣传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啦 家族企业第一个使命感 那第二个是说 我把他这个格局扩到 我觉得说 我们做的东西 可能真正可以做点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我很热爱 所以我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企业要成长 可是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能够带来好的设备 帮助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创作 我就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在我身边的是 正成集团的Jeffrey 今天聊了很多 就是从他自己喜欢的电影 作品 提到他回来接班之后 他对于家族首先你要 旁住这个招牌 但是又开张辟图 找到了一个新的 而且现在是不断向上看涨的市场 然后成为这个市场里面 每一个人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的得力伙伴 很希望明年这个时候 再回来这里 好好跟你聊一聊的时候 你已经有目前的作品了 这样子 你想要讲的故事 大致你知道 更能够深入其境 也祝福正成集团 可以帮助更多影像创作的人 大家都可以用故事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精彩 谢谢Jeffrey 谢谢 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